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 因為我剛開始 本來之後 我跟你們兩個班 就沒有到我們同步的班 好 各位同學 麻煩大家現在安靜 請安靜 我們在今天啊 我們的校也非常的棒 有籃球賽 也有原則科學競賽 也有今天校的演講 目的很簡單 希望各同學 除了在同課 要兼顧至於 你能夠找到你的方向 去作為人發揮 那我平常 除了讀書之外 也要請各位同學 靜下心 來想一想 來觀測一下周遭的學長姐 他們成功的歷程 那今天我非常高興 請到2000年 在華江畢業的 林雅瑞同事 他是在華江 高中畢業之後 然後到台雅中文系 然後到田圖進修 教育方面的碩士領 模式 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常常會看到有一些 我們華江的同學 在念一堆競爭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好像 前三次一個的學生 然後呢 老師在那天照下的時候 我是走外巴子 我示範一下 這樣 看到華江的人在 這個方面的舞台 八八八的老師很爽 那今天我們請各位同學 因為我們既然難得 有這樣的機會 請到優秀學長學姐 麻煩各位同學 請你最高的名字 安靜的仔細的聆聽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有簡單的對話時間 就是前面三位 我們今天準備了三份性的生育小禮物 等一下有八位的三位同學 我們就送他 那如果 如果啊 那個 都沒有人要發問 那我們就請老師抽點 這樣懂嗎 各班的班長 應該是為第一位先來的 好 我的廢話不多說了 那好 那各位老師可以 就坐這邊 報告 我的那個手邊有鼻子 那現在請各同學 熱烈的掌聲尖叫 發布 歡迎一下歐老師 謝謝 呃 校長 劉秀 各位老師 各位華江的英才們 大江湖 大家好 好 好 呃 這樣東西 那在異月十四年之後 歸零母校 會到華江高中 那首先感謝校長跟劉秀給我這個機會 回來這個華江高中 那麼也感謝各位老師的這個支持 然後各位同學的貢獻證據 那麼來 呃 我來跟各位在見面聊天 互相努力一下 好 那我們 好 那我們 就直接開始 魯夫人呢 在偉大的海道上 所以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 因為你們非常的青春 我問你 青春的偉大航道 人生就是不斷的其他 好 第二張 十七年了 我還保存到現在 我今天呢 我今天呢 就來 過來的 我其實是要穿著 可是呢 怕 路人 想哭 我要回來 幫你挑一下 好 所以我就 不要穿 你要就把他拍過來 那你也公眾 官員公眾給我非常好的懷孕 跟經驗 那麼 所以這件衣服 我一直保存到現在 好 好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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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呃 各位應該有看到我的名字嗎 小姐 對 因為我的名字比較中性 所以呢 常常在人家不知道的狀況之下 會被認為我是小姐 那 請問一下今天有沒有 首先呢 各位男同學說聲抱歉 有沒有男朋友今天來之前以為 希望會是一個正面學姐的 應該沒有 好 過去 這本學小姐說是學長的反應講 那 你要跟各位 這個學生們說聲抱歉 因為 也不是算讀學長 是學長還是不是算讀 那 人生就是這樣子 有時候一開始 很多件事情 可能 有個期望 有個期待子 但是 當你第一步 踏進去這個階段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什麼落差 那就是 可能你會有失望 但是 只要不要去就忘了 之後 我都還是有失望 那我失望 那我失望也是這場演講的之後 你現在看到的 不是正面學姐 不是帥哥學長 但是 後面 我希望這場演講 可以來給你們的希望 那 既然不是帥哥 有一次呢 我同學 就幫我拍摸一下 他說 你當然不是靠臉吃飯的啊 你靠臉吃飯的話 安慣宇怎麼瘦 我很瘦 他應該都看得出來 好 那當然 各位不知曉 安慣廷啊 在臉書上面講的 是靠臉書吃飯的 那各位知道 是靠什麼吃飯的嗎 我靠臉喔 這個頭戒弄我一點點子 我是靠嘴巴吃飯的 誰不是呢 大家就靠嘴巴吃飯嘛對不對 好 好 那這邊一個這個 推薪的小兵民 齁 這個 剛剛五星完 但是呢 他有的同學沒有睡到 所以 用手機的希望你們能夠 調成靜音 齁 然後避免干擾 打磕的同學 好 好 再接下來這個 就是 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的一個最主要的主題之一 人生當中 往往 匿記 會帶給我們最大的成長 會帶給我們最多的 對未來的一個幫助 這張成績單 是我 考研究所 對 台大畢業之後考研究所 第二次落榜 黃金榜上 二次龍頭王 這是 2007年的時候的考試 我2000年 外交畢業 有期考上台大中文系 那麼2004年的時候 也就是十年前 從大學畢業 那當 當一年運介 其實我就有考中文書 那是我第一次落榜 那 這是我第二次落榜 那落榜之後 後來有一個年齡機會 出國進修 那麼 人生當中 有時候 我們常常 會跟人家比較 無論是我們自己想跟別人比較 或者因為外在的環境 來跟別人比較 那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中間 插愛出花國 是不入取 而且分數是低分落榜 不是高分落榜 好 那麼 發送回來 2004年畢業的時候 當年落榜 那麼 當年我就去當地 那 但是當年呢 有一些 當時比較順利的同學 當季 他們當時畢業 就到他研究所 那 到我2007年退伍的時候 有些同學讀理工科的 他們已經做事畢業了 那麼 有些讀文科的文史折草 的人 研究所比較久 所以2007年他們也畢業了 也就是說 當他們在 人生大中 在那個幾段 是所謂的人生生意圖的時候 我 研究的時候都還沒開始 可是 當他們 當我在2008年 又 然後 到 從2009年的碩士 第一頁 到 3年 一直去年拿到博士 後來我發現 我是 我們 台大中英系全班 第一個拿到博士的人 我自己也非常驚訝 那 但是 人生就是這樣子 第一個拿到博士 卻也是 第一個失業的 這是 當然 這是去年的事情 那 人生就是很多時候 是這樣一起兩面 所以不論 你們 現在的階段 你們認為或許自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或者之後 未來沒有更高的期許 都 對自己要有信心 因為 這都只是一個人生的階段 我今天 回過頭來看這樣十年 我才知道 這一段人生 跟這一段祕境 所代表我的意義 而且 當我跟我的同學 在 剛剛國序我也會喜歡 就是 可能因為環境的關係 跟別人比較 但是 在離校之後 才發現 其實 根本不用跟別人比 你只要為你自己比 那 這個不重要 我跟你們同學 會在 來 就是 多聊你 好 這邊 因為我的這個 研究所博士 是念大腦科學的 那麼今天會找到一些大腦的東西 就是說 怎麼樣 讓你們的學習或許能夠更有效果 更有效益 好 這個主要朋友 今天我們要 嗨 媽 我在這裡 非常好 你們年輕人非常活潑 這個 今天我們要講大腦科 但是我們不是要講路西 好不好 好 那麼你不是要講路容 我們今天就是講大腦科學 你們的學習 好 那這邊就是跟各位分享一個訊息 就是說 這個是可能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如果是律師或鐵子 或者官用手是肉手的話 有時候呢 可以用你們左手 就是有時候不短的時間 或許你可以刷到的時候 用左手 那麼 如果你是主鐵子的話 你可以官用手是左手 你可以用肉手 那麼來 可能刷牌 或者是 有的時候你可以做一些活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全腦的肉腦 雖然它是一個整群體 但是 它有分別各式不同的功能 那麼 如果我們能夠 透過這個 雙手的應用 那麼 就可以增進我們的學習 那運動的 會在我們等一下回 各位會提到 好 那麼這邊呢 就是要跟各位講一些 能夠幫助各位學習 強化學習的方法 那第一個呢 就是運動和活動 那麼剛剛有提到 那這個部分 當然各位現在這個階段 包括這個階段呢 學業是你們重要的一個 這個部分 但是呢 在運動方面呢 就是時間上面的安排 也要讓自己有這個 次大的運動 這樣是你們健康 對你們的情緒 對你們的這個作息 記憶呢 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它會促進我們 比現實體的正面發展 好 那麼第二個 寫望向推中 其實就是不不有話 因為呢 有的人 他有不同的學習方式 有的人 他可能是 視覺型的學習者 有的人 他可能是 經覺型的學習者 有的人 他可能對圖像 特別的 這個印象會很渴 好 那雖然呢 就是在我們 在讀書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看不同 大家很了解 就是可能 你可以看一些圖表 那這次呢 你可以利用 這個音樂等等 來幫助基地 那今天跟事情的關係 有些人不算是點到為止 那麼 等一下 那個 如果大時間呢 如果各位同學想要了解 可以再重新問 那麼 試看會多次 這個部分呢 就是說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 我要理你科目 我要八十個小時 是一次六十個小時 效果呢 還是假設說我花三次 每次三個小時二十分鐘 或者花五次 可以是兩個小時 那當然看你的 這個狀況不同而定 但是呢 整體來說 你一次唸 那麼多小時 通常 他的效果 不是最好的 就有時候 他會像是一個 好像這樣子的一個 圖形 好像他會像這樣子 中間的這個 四面的分配 會讓你有最好的效果 第一個 你的注意力會 消災得那麼快 第二個 你有更多次的這個 重複複習的機會 那麼這個 尤其是 當你們高二 或高三的時候 這個訊息 更大量的時候 這個部分 會發行非常地有用 好 就是 每次的時間安排 也就是說 你要 不定的時間 都有距離面數 但是 盡量讓他很多次的複習 好 再來 轉換行進跟科目 其實那些人 你也可以把它比喻成網頁 網頁 我們是不是常常要重新整理 或者重新開機 他會跑得比較順暢 小快 那這個也是一樣 假設說 你念了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你在他的煩悶的 注意不集中的 這個時候或許 你可以換一個科目 或者你可以到 家裡附近走一走 五分鐘 十分鐘 或者你去做另外的事情 當你在回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的腦袋 才會變得很清楚 好 所以這個呢 就是轉換行進 或者是科目 那 如果你一直唸 一科都唸五個小時 其實後面的那幾個小時 有可能是 就是 東西 你有沒有辦法進到 來 好 那學習效果呢 當然是沒有不同的這個 理論 但是呢 到不上我們運用的理論 就是說 你做 假設在一個小時裡面 或者在訪課裡面 或者在一個學習時間裡面 你最先學的東西 通常對經歷最深刻 因為這個時候你注意力最集中 那麼最後是第二 因為最後你剛剛念完 你有這個短期的經歷 那中間的話呢 可能就是 只是當時以往來 好 或許這個給人不一樣 但是這是一個答案 好 好 再來 再來 這個 學習樞鈕 無道義以貫之 那麼 學習呢 它的最重要的一個關鍵就是 在知識 或者說習習之間的連結 好 那麼中間那個是 有關大腦神經的步驟 我們不多說 那這邊呢 我幫各位記兩單字 應該非常簡單 等到結束 你們應該不會記得 好 學習法 這根文字狗上面那個字 有沒有人知道 就是中文意思 知道的舉手 有沒有 好 沒有 好 這樣我來講 它這個是變數念 大賽喔 好 那怎麼進 今天我養了一隻狗 它非常地乖 它不敢往西 我叫它採黃金 它不敢採阿摩尼亞 我叫它採黃金 我叫它打賽 不敢打牛 所以這隻狗非常地溫順 非常的溫馴 所以打賽喔 這個字就是溫順 溫馴的意思 所以 記得這個情境 好 對打賽 你不敢打牛 雖然可能有點不一樣 示範的時候 不要去想 其他時候你都可以想 這樣子這個字 我相信 很簡單 你就記起來了 打賽 你不敢打牛 是這隻狗很溫順 很溫馴 那麼這個就是 這個字的意思 好 對面這個字 這句的意思就是 當然在被單字的時候 同學有時候 應該都會知道 有一個叫自首次跟法 那麼有一個人 當然有用 那自首次跟法呢 這邊 我們要怎麼來記呢 左邊這個COM 是Coff的意思 它就是有共同文字的意思 後面是Pose Pose 一般你可能會知道 是好像姿勢的意思 那就是你擺放的位置 那它這個字的意思是 各位相信有看到 紅色的就是 組成 所以呢 全部的東西放在一起 就是組成 那它這個字還有其他哪些意思 也很簡單記憶 當會把所有的文字 放在一起 或者把所有的 這個詩詞的一些文字 放在一起 那就是寫實 或者寫作的意思 所以這個也 從這邊 多一個連結過來 那同樣 如果把一些音樂的元素 音樂的元素 什麼音樂的元素 放在一起 那它就是 作曲 把音樂的元素 全部放在一起 共同組成 那就是作曲 那麼最後 再一個意思 也就是 當不明白 我們的心 假設現在是 這邊有一個想法 這邊有一個想法 非常的混亂 然後 心靈都把它定下來 那當我們把全部這些東西 都拉回來的時候 就是怎麼樣 就是 平靜的 正靜的 他投資 oneself 平靜的 正靜的 所以他就已經很正靜的意思 好 那麼我現在來 隨便抽一一個同學 謝謝 跑來抽你了 默默的看著我 來 我不會告訴他 你們你是誰 因為我不知道你是誰 來 這邊這個搭財 是什麼意思 文群 正確 趕快下來出右 謝謝 感謝 沒有探招喔 沒有探招喔 好 馬上記起來了 來 學習一下探招方法 今天呢 我們這個不素心來搭主廚喔 但是呢 要跟各位講 要吃什麼 健庇才會好 好 當然 前提 適量攝取營養均衡 這邊只是說 有些食物 還有附身的營養 可以增盡我們的注意力 左上角 蛋黃 右邊 右上角 功夫 左下角 藍莓 右下角就是 核桃 或者堅果類的食物 好 蛋黃 蛋黃 貝福 藍莓 健康 還有外面的香蕉 這邊是這個植柵 植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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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韓這個美 我用左邊一個金字旁 又第一個名字的名字 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 那他對金字石有幫助的 當然 不要太多 沒道歉喔 差不多就好了 好 但是還是要念書 公司 有有要念 好 然後流氧欲動跟高品質的聲念 都會有幫助我們的記憶 再來 這個呢 我找兩個人幫我念一下 好 來 這位同學 你幫我念左 右邊的 誰嗎 走 好 安安 有空回我念一下嗎 好 我有兩朋友 恭喜 那你也可以借我 召回積分作業嗎 好 這個呢 各位看 但是要是網路是真舒服的啦 這個是網路上面的 所以說當中這個時期啊 當然你們會碰到很多這個感情啊 親愛的問題嗎 好 就像我呢 以前呢 你們在走到女生班前面 怕碰到這個教官嘛 那但是呢 就是你們這個時期呢 還是可以認識一下異性的朋友 來到不相認識 那麼不想在科學上面努力 互相成長 好 那這邊這個是什麼 這個意思啊 就是叫你說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比較小太多啦 自然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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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那個時候 我有男朋友了 也不一定是女生啊 也有可能是男生 對不對 也有可能是男生 好 但是呢 這個情感感情部分呢 這個我也不是很在行 因為畢竟呢 我不是招式哥 好不好 我沒有神為父 所以這個部生呢 可以為別人 好 再來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其實我也有點興趣 這個是我國師部門的這個 研究結果 那呢 我是針對台大的學生 770位的台大的學生 他們的大腦到底有不一樣嗎 當然不是說大腦有哪個部分 而是說他們的思考方式 是不是有多一樣 那我這邊的研究呢 他的 這個研究就是思考靈活度 就是你思考能不能夠靈活 要面向 要在不同的方式來思考 那這邊要講幾個迅速 是在文字上面的 我可以在學習中 用不同的方式來進行思考 如果這個部分 在這個研究裡面 七百七十四位台大學生裡面 他的同意度 非常同意 是越高的 他的學業成績 是正向高 也就是 他是好越靈活 他的成績就越高 學業成績的部分 或者說 我有嘗試不同方式學習 所具備的自信 那麼當然這個自信 也是跟我們兩個講 所以自信 還有不同的方式 然後就學業而言 我願意針對問題 來創造小學知道 就是無視不同的方法 去讓自己能夠 接受這個 去做這個解決的方案 好 那我們再接下來 這邊啊 是我這個 十七年 可能你們有人看老十七歲 一九九七年出生了幾少 有沒有 哇 再追 那一年就是我 好 請放下 那一年就是我 近華江高中 那 這邊是要講的就是說 人生有不同的道路 平常是有不同的選擇 在高音的時候 讀的時候 不曉得你們現在還沒有 是一個分主意向的調查 那 當時呢 我是 選擇說 如果可能會來想念第二任主 那因為剛好 我那時還一直在樹林的這個 線下專業方面 拿到的分數是稍微比較高的 那自己也覺得可以上手 可是念了一年之後 把真正要做決定的時候 發現在高音這一年 在讀文等等就是文科上面 我得到了非常多的 不管是啟發 還有這個 也有興趣 那麼 數學對我來講 我覺得也有點難了 所以 遭到移書之下 我就選擇了 地理類組 那麼 2000年畢業 那麼當然 大學也是一件地理類組的 就是中文系 那 2004年 台大交通所 落榜 就是我剛剛說的第一次落榜 然後去當兵 2007年就是剛剛各位看到的這個 那個成績 來商園鎖落榜 然後到民國 那麼中間的那些 都是過程 那麼 我這邊要說的是 在2013年的時候 然後這個博士當畢業 那麼也就是我前面挑戰 這個是第一 從第二位組的一下 到第一位組的選擇 那麼最後 再到 最後的大腦跟量化研究 教育心理學 裡面 那麼這個也是 變成說 到第二第三位組的 這樣子的這個情形 那麼所以 所以 人生 很多事情 出途同歸 或者說呢 運家運載 那2014年的今天 9月26號 我再次回到 皇江高中 回頭的27年之前 那樣子的 當時的想法 跟16年之前 那樣子的選擇 我不後悔 而且 這一路走過來 我覺得 非常的值得 兼容拼包 如果不是考上皇江 我不會考上台大 怎麼說呢 當你說 關鍵建築的 有考到台大 當然每個學校 基本上都會有上台大 但是 這個是我自己 回顧自己 過去的時候 給自己的人生過程 做一個定義跟詮釋 有人說 學長 你一定很聰明 我跟你們說 我會這樣跟自己說 不聰明 我一點都不聰明 所以 才要更用心 才要更努力 那你們 可能今天你們都會接觸到一些 念書的這個狀況 那 有時候啊 一個你們在念書 你要怎麼知道 有時候 有時候你從他念 他可能都沒有在念 怎麼說呢 他坐在桌子前面 但是東西都沒有進去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有經驗 那 有的人 你就當時在念 可不可以考那麼好 第一個 他在家裡念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看到 對不對 對嗎 好 那 那 另外一個是怎麼樣 你看他沒有拿著書啊 可是他腦袋都會想問題啊 他腦袋在符合一條線記的單字啊 所以 你看他在念 他可能都沒在念 你看他沒在念 他可能 通通都在念 所以 士奇 不能看外表 就像各位看我的名字 如果是小朋友說 有個人 可能或許會以為我是學姐一樣 你 那這個圖畫呢 是我在2011年的時候 到美國的大峽谷 那一次讓我 最初的震撼 印象也非常的深刻 讓我體會到 人生 有非常多的 看自己的方法 跟看神經的方法 就像你坐著直升機 在大峽谷上 你會用一個更高空的方式 來看自己 這個時候 就像你看一幅有畫 有距離 有模仿美 有的事情太近看 可能 他的靈感就消失了 但是當然 我們常常還是要 回歸到 日常生活的 我們可能一直在 永遠在高空 我們還是要自在睡覺 洗澡 念書 但是當你有心靈的 平靜的時候 不再被關鍵 你想要很大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 你可以讓自己更成長 就像我們 你們面對的格文裡面 可能也有講到 儒家是積極入世 道家是消極出世 這邊就是二合一 你有平靜的心靈 但是你有積極的行動 那這個是我 第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要跟各位說的 平靜的心靈 積極的行動 不消極 非常的積極 好 來 平靜的心靈 下一句 平靜的心靈 什麼行動 超級的行動 高級的行動 超級的行動 還可以來 好 沒問題 好 那麼接下來 左邊 左邊是我 你說這個人怎麼 我給他幾次看他生意 左邊 2014年大學4年級到畢業的時候 右上角是2014年也就是今年 那大概是8月的時候 右邊是我的佔領國內書的時候的宿舊 那麼他來找找吧 中間是他的女朋友 台灣人 那為什麼我會發知他照片的 就是到10年之後 或者你們可能沒有那麼常常 一年兩年回頭看自己是怎麼樣的 因為當時我大學的時候 很不喜歡離別 而且對於離別的感觸非常的深刻 跟同學朋友離別 跟一般年輕的女孩一樣 會有非常深的感觸 那個時候覺得說自己是不是怪怪的 但是後來我的這個朋友這一次 讓我一下子深刻就是 他要離別的時候 他一直不願意說再見 那後來是我先聽懂說 雖然這看起來可能是一個 很平淡無期的事情 可是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很重要呢 因為我看到了他的一顆赤子之心 看到了他的真誠 好像看到了我大學時代 在變扭的那個自己 所以我釋懷 我認同了當時的自己 接納了當時的自己 擁抱了過去自己覺得 可能很糟糕的那一個自我 當這個時候心裡 就獲得同情 所以當然我們的行為要是盡量是好的 但是在揭曉我們自己的部分 要無條件的揭曉自己 其實呢 你們這個階段呢 除了念書之外 你們的情感上面 當然不是感情 就心感上面 對你們的印象是非常大的 不管是在內心下 在自己的人生 跟這個自我 認識下 都是很重要 就像我們現在在家裡面 或許 家人跟家人之間 不管是爸爸媽媽跟小孩 或小孩跟爸爸媽媽 其實我們都很少花時間 去瞭解互相的想法 即便都在同一個目點下 也可能很少 或者根本沒有去瞭解 對方的內心世界 而當我們有時候會想 當所有人在關心裡 飛得高低高的時候 有多少人在關心我們 飛得對不對 所以 接納一個自己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有信心 這個階段 會是你們成功中 非常重要的階段 那2024年 10年後 我不知道 我們 再看看 好 這張照片是去年2013年 我的畢業典禮 那麼 剛剛好 這個畢業典禮 是我當我的生日當天 那麼 那邊的是我的指導教授 也就是系主任 總經事教育學院的院長 人生 不要的是 操練挫折的過程 斷擺脫之前 要先低頭 老老實實 怕大實實的做事 抬頭頂胸 光明 正大的作人 像你們現在念的科 有可能八顆十顆多少 或許真的你會覺得 我念這些教來有用嗎 我念這個 你後買東西也不用用到那種 你去找不通的方法 來提升你自己 在這個難關的時候 你去克服這個挫折 和你的同流同發明 溝通成長 這個才是 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 真正可以 學習到的事情 而不只是 單純 課本上的知識 當然 課本上的知識也很重要 可是 這些知識 有時候不能 幫我們解決 人生的問題 最後 還是要靠我們 自己心態的調適 好 好 上學文記一長 好 導書多來喔 要報引文喔 來 LL 不是英雄聯盟 也不是招呼 那是什麼 來 我娘有 你面對我娘 這個也是一個媽媽跟她的孩子 不管是兒子還是女兒 她說 妳的阿嬤 妳的父母 妳的父母 她當過失了 結果 她後面那個符號 那個符號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 裝生大笑或好笑的意思 但是那個媽媽她不曉得 然後 那個孩子就說 媽媽 好笑嗎 然後媽媽那個 很好笑 為什麼 你說這個符號呢 然後下一句媽媽說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t's not It's serious 她說 阿妳是在說什麼啊 阿 沒有喔 我認真真的很嚴肅耶 然後她說 Mom L-O-L means that allowed 就是什麼 放生大笑出來的意思 然後媽媽說 Oh my gosh I thought in man 那時候 I send that to everyone 就說 我的天啊 我就是當天 是很多愛的意思 我還要 生給我大家 阿 阿 這邊呢 透過這個故事 當然這個是一個情境 它原生也好的 但是這個時候 你知道這個故事 你就知道 喔 原來它是 放生大笑的意思 有時候我們當是 有時候有什麼的用 那麼透過這個上下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連結 有一個心靜的連結 那麼 這個東西 就可以記下來 好 接下來 這邊用剛剛講到的 內外說 我們現在慢慢講到的 平靜的心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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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講平靜的心靈 什麼的行動 積極的行動 積極的行動 大家都記起來 好 這個是今天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常常我們 不管是自己 或者說是被外在 去 可能要求我們 要遇到一些黃美 不管是在學業上 或是什麼 可是 因為當都要去完美的時候 會不會說我們自己 本身是黃美組一整 就很難去 達到目標 那很難達到目標呢 當然就很容易怎麼樣 自貶自益 啊我做不到 我不行 因為我沒有辦法 沒有目標 可是其實 很多時候 不能多想 也努力多想 你只要努力 你真的去努力 不要想太多 這個擔心的事情 我們把那些擔心 化作了個對 未來的努力 跟用不同的方法 人生本來就不可能實現實美 那麼要求更高 能否會造成無力感的無力感 那麼當然 不要回去跟媽媽說 要求太高 本來就是完美 不能多想 不必多想 這樣就GG了嗎 當然就是說 媽媽說 你要運出 你又當然就是 好 我要用功 但是你自己心裡知道 你心裡很踏實的 告訴自己 要達到某一個非常高的分數 並不是一觸可切的 你還是非常有力去做 但是你心裡很踏實 日有蹭進 每天都有一點進步 不要強求的太快 回歸自己 心中很清楚 下面這句話 我一定要 大大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人的價值 不在分數 一個人的價值 不在分數 一個人的價值 不在分數 不在分數 因為很重要 所以我說三次 一個人的價值 不在分數 來 恭喜你 一個人的價值 不在分數 不在 一個人的價值 不在分數 一個人的價值 不在分數 你一直超越自己 最後 你就會失功 你根本不需要去跟別人比 當然 再更進一步 就是 懂得跟自己相處 懂得跟自己相處 你的生命越來越成熟 你也不用超越 你自然 每次連見都有靜音 也就超越了 所以 心能夠定下來 是很重要的 內外相容 跟剛剛一樣 所以剛剛也有講到 回歸本性 有種踏實 你只要自己心踏實了 你不用太刻意的去跟別人比 好 再接下來 努力與用心 突破學習的盲 盲點才對 好 盲餐也可以啦 那這邊呢 也是我在大腦裡面 學到的一個 蠻重要的資訊 那麼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我們要 我們人類的學習呢 它是名義什麼 它是名義注意力 那麼注意力呢 又是名義什麼 它是名義我們的情感 當我們的情感情緒 如果是正面的話 我們相對來說 我們可以有更好的 這個 學習效果 那麼情緒就是 你想到注意 那麼注意就是 想到學習跟領悟 那注意就是什麼 注意就是在乎 假設今天我們很在乎 一個人 一個男生很在乎一個女生 一個女生很在乎 一個男生 你是不是會很想知道他的一切 你是不是會對他的一切 這個很清楚 包含他的生日 包含他的什麼 這個很清楚 這個時候你是不是 你不用特別 好像會不用這麼 你不用好像是 刻意去學習 你自然 你就 那些東西 你就會去 主動去了解 主動就把它記起來了 所以 注意力 是 學習的 完結 之力 最主要的完結之力 那麼最下面那個呢 就是集中科學做一個參考 幾歲 一個人幾歲 他的注意力 就是幾分鐘 一個平均值大概 現在 假如你們現在假設是 16 17 18歲 大概差不多 那可能就是 平均值是大概 16分鐘 17分鐘 17分鐘 18分鐘左右 那麼當成立了20分鐘 大概是一個上限 那當你說學長 我們可以 這個 注意一個東西 更久啊 對 那個東西就是 我們是 比較刻意的 我們在把他自己 這個 住在那個地方 那這個是一個 人類 他比較自然的 一個 專注的時間 好 接下來 我們來講 第一個 第一個 一個 沒有人 呼召一下 自己鼓掌嗎 改變不了別人 就改變自己嘛 記得 在你學習的過程中 適當適時的 在內心 給自己鼓勵 在外面 不要啊 一個人 一個人 在那個 新公司 會不會拍手 好 但是在心中 適時的 給自己信心 適時的 給自己鼓勵 當然啊 一個演講啊 如果都沒有掌聲 有哪種可能 哪哪種可能 第一種就是什麼 第一種就是 大家都睡著了 然後沒有掌聲嘛 好 就跑平衡一下 但是還有氣 那第二種是什麼 為什麼沒有掌聲 高中生 因為大家都經常忘了我的 你說對不對 對 對 好 所以 記得 適時的 在心中 給自己鼓勵 不會有什麼挫折 什麼困難 適時的給自己鼓勵 好 第二個 呃 你們現在高中生嘛 那當然你們的這個思考 都沒有在進步當中 嘴邊上面他寫什麼 不要因為有特者為人的照片 就隨便相信我附上的 有多殘的名言家具 百胡適 下面阿姨師長說 不要相信胡適 當然這個是開玩笑的 只是說 當我們看到一些偶人的名言 當然他們是集聚參考價值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把它放在我的生活當中 去做印證 去實踐之後 才能化成我們生命中真正的養分 那麼這個其實也是訓練我們思考的能力 那第三個 什麼都一半有一半呢 這也就是我今天前面有提到的就是 很多事情都是一提兩點 有一次阿 美國多國作家馬克圖提問說 每個國會議員有一半都是笨蛋 結果 隔天 報章雜誌連體大肆宣傳 他在最高的很多人 不管是PT或者是指定 結果他隔天說 好各位 我向各位珍重道歉 我錯了 每個國會議員有一半不是笨蛋 所以結果也是一樣 好 好 改變不了環境 只好改變自己 我們人是習慣的動物 如果我們 習慣能夠更進步 用心的習慣去取代表的習慣 這樣子自然 進行會更好 好 天到記憶 我最知道人時間的事情 或者說你們在學習上碰到的事情 十圈十美 或者是 什麼 贏 贏就是贏的意思 是 給我小心的 雖然大家都很喜歡 一百分第一名 或者說是達到一個最好的地步 可是當第一名呢 也是有外出的啊 為什麼 因為第一名怎麼樣 大家都 大家都 有沒有 不想當第一名的 記者 好像沒有 基本上 大家都想要拿到比較好的名次 可是第一名 就這樣 大家都不是單單 對 我的第二名 第三名 我的大部分 我是台湾 縱使之地 那有時候呢 我們在 這個 啊 唸出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欸 我這次呢 充分準備 不可以考考分 結果呢 出的題目都不會 應該有這種經驗嗎 多少會有 好 那有的時候呢 說 成績單出來了 結果就罵 最後一名 那怎麼辦 啊 這個人他就跟隔壁的講說 幸虧我是最後一名 不然你就是最後一名 當然 這是有點阿夫的心態 可是 當你在這樣 打拼之後 你一下子 還是更積極的努力 更努力的去做 這樣子 也可以告訴我 一個平靜的內心 積極的行動 不要說這是斑斑 但是你還是繼續做 讓你給自己一個 這個心理上的調適 好 就這樣說 一體一樣一體兩面 內向的兩面 往往就是外向的缺點 反過來也是 外向的人他可能 他善意溝通 可是或許他愛八卦 或許他這個 會偷偷說錯話 可是內向的人 他可能不散討他 可是他思考著你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盡量去瞭解自己 跟別人 盡量去發掘自己跟別人的優點 個性沒有說一定好或什麼是壞 只是看他 震動在哪裡 就像第一章我們看到的 在方口的船是安全的 但是那不是船隻被建造的目的 這句話也是 我非常想要跟各位同學分享的 風平浪靜 才是真正的金桃海浪 風平浪靜 才是真正的金桃海浪 簡單的說就是去安思維 當你現在假設你拿到第一名 會很好的名次 或是在順境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覺得 我第一名了 但是下一次你如果不好好保持 如果你還想保持第一名的話 你可能很容易 我退步了 第一名其實 或者說你想要到不好的屏次 其實不容易 但是 當你越勝的時候 有時候進步可進 退步不退 可能逼你 你會逼你贏了嗎 但是如果你不想退 好像欺負門下 人生很多的時候 都是這個樣子 生命是長期的累積 人生受不斷的起航 人生不會因為你一時的逆境 或者你一時的可能掉到一個泥島裡面 你這一輩子的之後 都會失敗 但是不可能 可能這就是讓你一個磨練的機會 讓你斷練自己的機會 讓你有進步反思 如果懂得到你缺少了什麼 別人為什麼他都會成功 或者怎麼樣 可以讓自己更進步 如果在這一段力量的時間 能夠真面的思考 給自己一些反思的話 都將會從你未來 進步到我們進步 所以你們 今天你會是 助於自己的人生一些意義 我們自己的人生 一件事情 每個人來看 他都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這個意義 就是看你怎麼去助於他 你怎麼說服自己 我的人生是有意義的 我現在的這個階段 是可以讓我 對未來有注意的 不管怎麼樣 你如果把每一個階段 都用這樣正面的心態 來 看待自己 那麼每一個階段 都是你生命的養分 長期的累積之後 無論你前面經過多少的失敗 或者當你覺得 你可能在這個期間 懷彩不育 但是你都能夠 在下一個階段 能夠表現得很好 超出你自己的 跌破一跌的累積 所以生命是長期累積 人生是無端的起航 這兩句話 我也希望各位 能夠有印象 或許在未來的哪一天 你能夠想起這兩句話 那 我今天來 最值得了 莫忘初衷 他們那個時候 狂漫小步 有時候我們都 命太快 不一定 常常 在一段 不管是賽跑當中 或者說是在一段 季賽當中 不是比誰最聰明 而是比誰最有恆心 比誰能夠堅持到底 好 自信是什麼 自信就是跟自己比啊 自信就是覺得自己可以比以前更好 為什麼做跟自己比呢 假設今天我都跑得白分 我自然就第一名了嘛 我不需要跟別人比 我都滿分 我就第一名了 那你用不去比 有時候有個分數啊 假設說好 你現在是第二名 第一名是92分 孔平民有12分 你說好 我下次要超過他 我要跑94分 超過他 結果他下次 這個開外掉 一下才到96分 那你不是還是第二名嗎 那為了說說 第三名 第四名 或者說在你後面 畢竟你後面的人 他有可能接上來啊 所以你要去比 也不一定能夠 真的是造成自己的一起 所以不疑分之幾比 當然這個自信呢 是在我們繼續努力的前期之下 因為我們不努力 還在你想 他就變成 什麼 就變成自嗨一個爽而已 好 那自負是什麼 自負是看不起別人 所以我們要自信 不要自負 好 下面我要來教你們 背一個單字 剛才 我們教了 你們教了兩個對不對 大家知道 好 不知道 該 何惟一個 溫馳 你看 過了那麼久 還記得 來 郭安夏 現在這樣可以 趕你們再出席啊 我最後給我一次 你不用多記一次 好 這個 還有他們呢 我跟我講 我找他們的康西頂 自負的是什麼 欸 有一個人說 有一個人說 我跟康西皇帝一樣偉大 這樣就搖開我 等自負都會問 自負康西頂 康西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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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負的 自負康西頂 康西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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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極其自負的 好 等一下我再問 康西頂 所以你放心聽嗎 自己以為很厲害 那 極其自負的 好 所以要自負 不要自負 但是自負這個單字 不要低起來 來 露宏 是 無情物 化作 村民 更不花 這是清朝 蘇人 公平安的詩句 我希望呢 各位同學 如果你們帶著正安的介紹 面對困難 能夠用的能力 能夠用的天賦 去念這一切 幾年以後 或者三年一年以後 再回來 看看現在的自己 雖然成長的路程 可能是出色的 但是 當是一個點滴 穿成河流 最終會入大海 相信各位都可以做得 對生命的心情 對自己的心情 成功者也有過去 當然 成功端派禮物的定義 但是 尚未成功者只是條件 尚未成熟 各位有過三個演藝的或是知道 你說李蒙這個人 李蒙那他以前也是個 代兵打藏阿將軍 原來你們就是比較沒有護術的書 後來有一次孫權問他 你要不要你 vi 希望楊宇做一個這個自勇爽中國的武將 他真的都很忙 結果這個孫權又跟他說 你看人家潮不潮過嗎 還是今天看書 他說那你有尾孫權嗎 我也常常看書啊 后来艾米龙发生孤独 这就是什么 四爷三日刮目相看 非复当日如下阿蒙 所以当然不只念书 在人生道路上 今天不得于明天 这样子自己也自己鼓励 我还替德国 两千年七年刚到美国的时候 发生这些非常糗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那时候刚刚到美国 我住在这个技术家庭 有时呢 技术家庭的爸爸 带我到超市去买东西 那时候呢 我还买洗面子 那时候的演义 没练等 他就会痛 结果呢 洗面子 不是你的房子 那时候洗面子 我就讲什么 WASH FACE 洗面子 结果呢 厕所在那个方向 因为他比我还洗一点 他非常的糗 那 快来才知道 洗面子叫做FACE RASH 反过来的FACE RASH 那这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当初五千年青年 我到美国的时候 年最简单的 这个字 可能他们 我的几岁的小孩 我觉得 会想到那个字 我都不会 可是 五年 多年之后 我还是可以完成 我自己的 就是 达到 我自己想要 达到的目标 所以 这个时间 你们现在高一 到高三 最多一个是再三年 我相信你们 也一定可以完成 你们的目标 如果 你们有一个特定的目标 也一定可以完成它 因为 我没有比你们聪明 你们 一定 比我聪明 我和你们一样 虽然我今天站在这里 但是我和你们一样 虽然我今天站在这里 但是 我当年也是 从你们的年纪到现在 每天都变得挑战 每天也都要去解决一些问题 相似的旅途 可以有不同的风景 就看你怎么去走这段旅途 所以 这个也是刚刚讲到的 平静的内心 积极的行动 我希望各位都有平静的内心 如果你是在立宿的阶段或什么阶段 但是 行动 要保持继续 但是 表面可以压力太大 一步一步 慢慢的走下去 好 现在不断紧为过去 未来 不断紧为现在 不断紧为过去 例如我们刚刚被 一个 可能15分 快一个小时 已经过去了 现在不断紧为过去 在我们演讲一句话 现在不断紧为过去 但是未来 不断紧为现在 也就是说 你们的未来 我们的未来 大家的未来 只会在我们现在的每一个行动当中 每一个行动 都会对你的未来产生影响 好 所以 希望各位 这边有三个 红色的地方 非常想要和大家分享 无畏目的 都不要弃你对生命的自信 信心 也不要放弃你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宇宙的好奇 也不要放弃你对学习的热情 当然这个学习 它不只是课本上的知识 而是包含你人生当中的一切 所以 对生命的信心 have faith in life 对世界的好奇 have curiosity about the world 对学习的热情 have passion for learning 信心 好奇 热情 或许在你们这个阶段 有些会讨论 有些会讨论 或许你们明示他们都不懂 但是只要你在未来的某一天 想起我今天所讲过的某一句话 在你临终乍现的时候 提醒了你一下 帮助你操卫的困难 那么我今天来就值得了 好 如果今天的演讲 你只记得一句话 当然我相信有几个单字 很多人应该都已经记起来 那就是 这一句话 你会记得一句话 永远在政府的时候 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了解你自己 接到你自己 永远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这一句话 是我一位大学老师 在我大学同学的时候 告诉我们班上的 十多年后的今天 我一直把它记在自己里面 也一直伴随着我 到现在还是继续的 再认识自己 继续的来成长 那我也 把这句话 分享给你们 好 好 青春的 偉大人道 你呼呼 我要成为海贼王 当然 你不知要成为海贼王 会不知要成为海贼王 可是 我要成为 好 这边一个碰格 一个碰格 看你怎么去天空 这个碰格 不是一个直列 而是一个独一 拨问你自己 是一个你想要成为一个 我们要选择成为一个温暖的人 积极的人 向上的人 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 还是我们要选择 应该不会解说 我要成为优异的人 痛苦的人吧 所以 想要选择成为什么呢 则是我们的 选择 我这句话 跟大家分享 所以 我要成为 我要选择成为 剩下的呢 就照顾各位了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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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同學 那個還有一點時間 因為小位學長很難得 就是從台中過來 然後今天的演講 他都沒有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的重點 可以給學長 所以其實你可以知道 我們要說學長 很多一般的人 還願意為自己的後勁 學弟妹去做這樣的付出 要花很多時間去準備精彩的演講 然後又要從台中這樣一路拼過來 其實他們還可以把這個時間拿去賺錢 或是去做到這項做事 只是他今天就是純粹回來 來跟學弟妹分享 所以接下來 請大家現在就是 你可以先預進一下 我想要先把那三份獎品送出去 接下來的時間請貴同學 對就是你可以提問 在你高中 遇到的現在 你所遇到的一些困難 或是說 你有些遺忘的 情況 或是說 你覺得說 在念書醫生當中 有什麼問題 想要請教學長 好 你現在先 徵求 誒 好 好 那我現在先徵求純粹 好 來 有沒有純粹發問 好 請 讓學長今天 回去坐在高鐵的路上 只要 會覺得 抬頭的研究說 今天呢 有位華家學弟妹問到 很好的問題 而不是呢 一邊坐在高鐵上 一邊擦 擦眼淚說 那都不讓我們很美 來 能夠自願的 好 好 到前面來 到前面來問 我們給這位同學 掌聲鼓勵好 好 好 可以 幫一下 妳的表情 好 我是那個 2088 28號的 千玲 千玲 我也要 加油 加油 我想要看就是 社團 很可憐 那要怎麼 去抓 那個 他的恩賊 真的 爭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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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另外 有 吃飯 爭丸 還家身下甚麼車團 吻 管樂團跟胡哨團 妳現在覺得 困擾在哪兒 妳會想問這個問題的原因是 這個自己覺得 沒有分別那麼好嗎?或是怎麼樣呢? 比较多新兵在客裏的话 那可能社团的 有机关系或是 好像都合适了 好 谢谢你多提 可以先请坐一下 好 大家一问 社团跟客业怎么样 这个呢 当然就是 随便帮大家 我们有提到的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实际都是新兵的 那么我们的时间 花在哪里 中文句话说 我们的时间 花在哪里 你的成就 都在哪里 那当然在你们这个年纪 社团也是给你们一个 很好成长的一个地方 有个人情互动 然后你可以有一些 这个自己兴趣的 像他是这个 同学同学区的这个宅邻 那么在科学上面 当然 在这个阶段也是很重要 那么 这样如果可以的话呢 就是说 你这个同样的时间 你要有更好的成绩 或者 推幅同样的成绩 那么这个当然就是 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说 增进了我们自己 学习的效率 跟自己的专注力 也就是说 好 但是我中间 我练出的时间 因为可能我什么都会关系 我只剩下 三个小时 原来他没有十个小时 到我现在是三个小时 看我这三个小时 我要怎么样去迷用 我能不能够让自己能够 这个记忆的这个方式 能够更好 或者我有更多的 这个不同的 就刚刚讲的 不管是用图表或是什么 让自己的记忆能够更好 那当你的学习的效能 提到之后 你自然在同样的时间 你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那这个时候 你也必须担心 好 时间是花太多在这玩 那么当然 这个是一个学习渐进的过程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学习的 正经习学习的效率 跟你的增出力 那第二个就是 不论你现在把时间 拖在哪个地方 你都要把它想做 试一件 对未来会有帮助的事情 只是在选择之前 我有个心理准备就是 多少人生当中 整事有所取损 人生当中 整事有所取损 不可能是凶失 只要你 一开始 对自己的事情 知道这个 那么 你只要 不要负负 不要后悔 觉得说 我在这两个活动 参加到 那么我这两个 我都得到恭喜了 那我这样子的话 我想 刻一个社团 肢体坚固 当然这个坚固 不一定完全说 肢体坚固 我们一样好 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好 而是肢体的这个 任性 会是很平静的 去看待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这样子的 选择我跟肢体 是值得 心理好事之后 这个自然呢 就可以 逼以前 要能够坚固 好 那刚刚 发布的那个 同学 有没有 教授会回答 到你的问题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那个 美学长 好 那我们 接下来 刚刚是 演员 对不对 我们现在 征求一位 花江最帅的帅哥 谢谢 来 来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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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个 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些特例 对我们未来 会有什么 實質上有幫助 對 要解決一些目的 會比較有興趣 你是第幾類組的 第幾類組 那你目前做興趣的課程是什麼 博文 博文 好 好 好 可以先請坐一下 有什麼支持的幫助 好 好 再問一個問題 來 各位帥氣美麗的學生妹們 也不願意再給我一支掌聲 謝謝 這個 出中文的好 但我這樣不懂 好 沒有啦 這就是說 因為我到底有出中文系 那當然 各位中文會 中文會 中文會 有興趣的科目 那你 你的狀況來講 就是你們的概念 那麼 科目可以訓練我們的 這個 國際思考 當然術理也可以 那麼我們可以訓練我們的 國際思考 那麼對方面等等 那這個國際思考 可以在文字的情況上呢 其實在不管 你在未來 這個大學 或者是未來去社會工作 在裡面你的文字 等等的上面 是 蠻多的行業 都會用得到的 那 你上半天之後呢 這個東西 你一年級的時候 有很多 提供的課 那麼 對於你目前來講 這個 它也是你的 也是你的總科之一 那麼 如果你把 你目前的科目 變得好的話 那 你的成績高了 也就是你會達到 你下一個階段的目標 也就是 可能你大學 你的資源 可以聽得比較 你的自己的影響 的職業 那麼在未來 在任何不同的方面 你也可以有 任何不同的發展 那如果 你別科來講的話呢 就像你剛剛講的 你在明明科的 練的過程當中 你正是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困難 你可能是用這樣的方式 可是你練到不同的科目的時候呢 你或許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不提供到 不同的方式 解決問題 或者說是在思考 機密的方式 那麼這個時候 你就會運用在 其他的節目 或者你會來碰到的地方 那麼這個就是 我們 你實際上 會去遇到的問題 剛剛剛剛講的 就是說 如果你 如果分數高 你可以挺比較好的資源 那麼你在外來的工作 都會有所要求 那這邊就 針對你的問題 就會進到的問題 大家也會得到你的問題嗎 OK 好 謝謝 來 第三個 剛剛我們已經把現場最美最帥的人都過關了 那第三個 也應該看到說 在場最不難不理的喔 所以我們來找 在場 你覺得你最有智慧的 好不好 來 來 來 好 掌聲鼓勵一下 我數會變成 他 大臉15 班39 好 學長來講個靈神 就是 因為跟高栗的同學很大 但是 身上高栗 大家少得 rig斥 但是他一直想跟高栗的朋友 搞好關係 然後以同時跟高栗班上 也有考慮很憂 感觉很难为什麽 因为因为传组 然后就是因为在那一集 然后对局限在跟高一同学的方法里面 就是跟G班上高一同班的人讲话 就比较感严的起来 下班后放学之后 好 来看 这个因为我们的同学 在人生的一个阶段 学生阶段都有同学 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在那边上我们 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听电话 他可以扶你了 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 那刚刚这位这个 这个是为了我们这位同学 好问到这个问题 那怎样去 就是说不同的阶段 还希望跟以前的同学 还能够监督 好 因为像我以前呢 我说以前是读第一个 一个小方法 好 只是说这个是 以前我是努力 一年级的时候 才没有正确 那我差过年级在正确 那二年级正确的时候 自然也就正班了 那当然 在正班之后 一年级的同学 有些当然就比较 慢慢少比较 但是 还是有几个 比较好的 因为 如果说你想跟原来的 可能一生学的朋友 又有时候面多 那或许真的生效呢 可是你可以觉得说 就是 诶 在这一时间许可照文之内 那么 比较自同到处的朋友 可能就会说 在你的 同样的科学上 或者你的心事上 有所这个 专注之外 你自己的 有兴趣的朋友的朋友 或是你觉得 跟他合同的来 他能够在你身上 有所注意的 能够互相成长的朋友 那么呢 也试着还是跟他 抱歉联系 像以前有时候 有时候就是可能 下课的时间 或者中午的时间 或者有些年纪的时间呢 也会有 就是说 跟他们有一些联系 那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人生当中 当你到处的阶段 像不许你现在 跟你合同的部群 是不是可能有一些 就没有那种联系的 但如果小的部群 没有了 对 没有了 那所以这就是 人生的一个阶段 当然 你这个阶段 碰碰到这个问题 我也有点碰到 其实点个人都会密报 但是 就是说 有时候 人生真的就是说 当我们回到他的时候 谁可以陪我们 一路走下去 真的有时候 就是 所以自己还会 平静的内心 就是 因为碰到我的时候 没有办法 跟着我们一起走 就像还是现在 你高峰毕业了 你上大学了 是不是可能 到高峰毕业的同学 就是 不如跟现在的状况一样 那 当然 朋友非常重要 都觉得很重要 所以就是在你 时间需求的范围之内 也尽量还是 跟他们互动 就是 慢慢消除自己 就像你刚才我们提到 就是说 我有点不太感 可能 不管是他 到他的时间 或者你自己念出的 这个部分 就是把那个 照顾的部分 自己领够 就是 你还是可以去领够 然后把那个心 让他慢慢的平静 然后后来 可以去领夺 那这样子的话 自然有一些 比较超高的 我相信 还是可以继续 成为保护业 甚至能够到你高中 毕业之后 大学 甚至之后 都还能够 就像我现在 同学会 高考学会 还有四季二十 可以再参加 然后现在 自己比较好的 高考考考考考考考 他在人生当中 就会很大的鼓励 那所以 我们还在保持联系 那就是在你 而且你舒服的状况之下 那么 去跟他们做一个 最后可能的这个 幸福 好 嗯 好 谢谢 好 我跟你们 这个 我跟你们 刚刚三个 美女 帅哥 智子 问的问题 我非常好 都非常的大哉问 那 因为江萍兽 好了 如果呢 我还是想要听听看 还有其他同学 想要听 因为 其实 像我们在小时候 老师都叫我 一直练书 一直练书 其实 我们长大发现 除了我会练书很好之外 你还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很会提问 很会又靠问 这是有助于 一样 对你所消化续修的问题 好 这是在去找到更好的老婆 好 所以啊 老师在这边请教一下 有没有同学 你拍一下 或是两位学长问你的 有没有 好 好 哎呦 救命啊老师 好 掌声鼓励加尖叫 要我 第二张 可以 學長的回饋 那首先 站在老師的立場 我覺得今天非常的感動 是雅慧學長願意準備 這麼多的東西 來跟學弟可以分享 而且他不是沒有付出任何的酬勞 學生沒有給了任何的酬勞 那我希望透過今天這樣的演講 我要問雅慧學長的問題就是 欸 各位 學長真的是一個很熱心 熱血 熱情的人 來跟大家分享這些東西 那 請假動學長跟大家分享 到底是什麼樣的 在滑江當中 學長心中一定是有滑江 所以今天我來做這樣子的一個付出 那滑江三年 到底學長覺得滑江自己的校園有什麼好 什麼樣的因緣機會 讓學長回來跟大家分享這些東西 因為你們心中一定會滑江 所以也希望透過學長今天的分享 各位學弟妹 你們以後優秀了 以後你們攻城營救了 也可以學習學長這樣的精神 可以發展一些回饋 給你們的學弟妹一些回饋 那請大家等一下一定要忙忙的 聽學長分享 到底我們這個校園有哪一些好 感動你的地方 那以後你們有機會 也可以像學長這樣熱血的 所以我會跟大家付出跟付出 謝謝老師 謝謝 三四秒分 結束就是不快 太感人了 來謝謝幾位老師掌聲 鼓洋蔥 剛剛樂老師的問題真的是 就是觸動我的心心 這樣子 那 好 環境外公這三年 真的在我的心怒當中 真的是這樣的重要 他們也非常地 常常想到這個時候 那麼當然就是 當時自己在國中的時候 也不太了解自己 那麼 當然當時候是 國中的時候是比較有高手的 那麼 但是不是 國中的時候不是自信 國中的時候是自負 所以 那時候你的自己 或許 可以 可以 有不同的學校才能力 但是 在環境外公這三年 也像剛剛 在營養過程當中有提到的 重要的不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所找的事 不管是在哪一個境遇 順境或者是寧境 而是在這過程當中 你怎麼看待你自己 那麼自己環境校業 那時候也有的就是 每一位老師 我在高中期間的每一位老師 每一位師長 就是 讓我感受到這個校園 的我這樣的一群老師 是 真心會學生付出的 真心會心意學生的 每一位老師在這裏 或者是在這裏 或者是在這裏的畫面 那麼 我以課學方面來講 原來我高三的 一位英文老師是 蔡嘉宇先生 那他在我這個 英文的這個 啟蒙的道路上 扮演一個 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說 他當我的英文 看到了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那 其他科目當然也有 但是只是說 理想比較深刻的是 英文 當然也還有 這個徐曉雯老師 他也 就是說在國文上面 讓我對於國文的興趣 更加的深入 那 當然也還有 我外中的數學導師 簡志明老師 很厲害 那 在同學上面 像剛剛 這個我們最有智慧的同學 以及到了這個 同班同學 跟朋友的問題 在高峰的同班同學方面 他們也都給了 非常多的鼓勵 到現在是幾年了 我們還要一直保持聯絡 所以這個校園 他給我的 不只是說 讓我能夠 考上台大 但是他給我的 在這個人生當中 讓我知道 是有一群長 跟一群師長 他是在我們 成長的過程當中 配合 引入一腳印 經過 這個 我們這個青春的時期 买動的時期 就需要 這個 往前進 有什麼 缺惡是 跑跑回去的時期 然後 那麼 還有一群的同學 可以分享我們 每天的便利息 明天我們 符合 讀書 我們會向同學清道 那 也讓我們知道 我們一次鼓鼓的 所以 華僵高中 在我的生命當中 他是最重要的展示之一 也讓我們感受到 人 不是只是列出的機器 他是 一個 每個人都是獨立 不過的自己 每個人都是受到迫行的 那麼 每個人 的未來 在華僵高中 每個人都知道 每個人的未來 都是有無限可能 今天 不能提明天 只要好好合意 一千萬想 都有可能性感 謝謝 華僵 可以從 學長的 回答當中 告訴我們說 華僵最美的風景 應該是人 就是 很多的老師 很多的同學 讓他很難不光懷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華僵 有沒有 故意看好 設備 或是效應 應該還好 但是 其實 那個 那個亞衛學長 他在跟我聯繫 來回的是幾次的信中 都 一直會提到 他感念華僵的主位 恩師 像今天 學長剛來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先 請老師帶他去 看那個 簡志銘老師 跟徐曉雲老師 就是 名字都叫得出來 那你現在問我說 我當中的 老師名字叫什麼 我大概呢 都記不太起來 為什麼 因為 就是 恩 進去那個學校 老師就是 無盡的嘲笑 他跟我的 同學學生講說 我在高一的時候 老師在 數學課上 有兩三節 他就跟我們說 那個 書已經很笨 那你們 跟老正 都差不多 那再去 這句話 一直呢 刺傷我用小的心靈 所以我很快 就加速法律 就念社會圖 現在想一想有點 不太開心 如果在這裡 遇到像花江 的 書群三六老師的話 我會好好地想一想 好不要 放棄 像剛剛的同學問到說 念這些書 對我們有什麼用 其實 老實講 最大的用處 是說 讓你在處理 那種困境的時候 你學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法 而不是抱怨 好 而不是抱怨 好 那剛剛這次很感謝 除非老師的提問 好 那我們最後再正求 一位同學 好嗎 有沒有 同學想要 給我們安心儘管提問 來 好來那個 剛剛手舉不太起來了 中間那個 是不是二關的 來 先來 來 來 二十二關就好對不對 來 來 歡迎大家 快點來 快點來 對不對 來 今天就是 演習小兵畫的樣子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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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預備 首先 小心 以上發言不代表天老師立場 因為我以前這個問題是幾年 比較沒有印象訪問過這個問題 所以我以下就是私就我自己個人的感受 來回答我們這位純美高學的這個問題 觀念當然是很重要 就是說 觀念 觀念 我們常常以前是當天的時候 會拿到這個詞 但是呢 我們剛剛講一般性的就是說 觀念是我們行動的依據 你就是說你今天如果我的觀念是這樣子 如果對這件事情 我可能就會這樣子去做 假設說 今天我把一杯銀掉 已經到了 然後我就會覺得這個 所以假設我在路上 還是會打翻譯 國際的銀要打翻了 那假設我的觀念 假設說 把他的這個觀念 這個不是這個誰打 這個銀要打翻了 沒關係 如果我的觀念是這樣 的話 如果我的觀念是這樣 的話 如果我的觀念是說 欸 我自己的東西 我不應該 讓他造成這個 大概區域的狀況 如果我的觀念是這樣 我本來就會把它 解起來 再到這種 我至少把心理一下說 所以說呢 觀念是 其中的一處 那這裡怎麼是正確的觀念呢 這個答案 在不同的階段 我只會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那當然老師 告訴我們 那就是他們的 這個人生的經歷 跟智慧的解經 一定有他們的道理 就是說 一個 這個T型的這個方向 當然在當中 我們也是用自己的這個 數件去印證 那所以觀念的重要性 就是在於說 如果我們把自己的觀念 都調好了 那 我們的行動 就會是 比較正 正確的觀念 就會有正確的行動 那正確的行動 就會有正確的結果 那我想說 這個就是 我自己的解決就是 正確的觀念 會有正確的行動 那正確的行動 才可以達到你自己 所提起的 那一個正確的結果 那這樣子以後 來回答到 你的問題 好 沒有問題 那一個是你的答案 好 各位同學 今天真的是 非常榮幸 能夠邀請學長 回到學校來 那 就像剛剛 除非老師所提到 我們希望 今天 各位同學 要得到 最大的 觀念 除了 那個學長 所提到的 平靜的 心理 跟 積極的行動之外 還有呢 幾多同學 可以學習 學長這種典範 就是 我們希望呢 在座的同學 能夠 除了學習 學長的 榜樣 好好地在你自己 人生大陸上的 鼻子外 也希望你將來 學有守成的時候 經過發展的時候 進來看看 然後也可以跟你的 學弟妹 做一個精采的分享 那我們今天呢 非常感謝 兩位老師 從台中這樣子 準備很久 然後呢 演化也就是 那所以呢 我們 就是 我們在 學校真的沒有機會 因為學長做 聯絡的時候 已經開 會接近開拍學 所以 明度的運算都已經準備好 所以就是 很抱歉 那我最後是不是呢 請各位同學 再給我的 再給我的學長一個 掌聲加尖叫 好 再給我的 好 謝謝你們 好 謝謝你們 好 那再用現在 做一個簡單的 二位教練 請你給我 好 首先 真的 給他幾萬 一秒 有想問 特意上 問我們的問題 可以 記到我的線上 那 想要的同學 可以超級大 大家都不想到沒關係 好 好 那在這邊呢 後天是教師姐 那在這邊可以 敬祝各位學長 各位老師 教師姐快樂 那麼呢 也 祝各位民才 同安健康 學業募進 那其實最後啊 那一堂 因為大家是學生嘛 要學習嘛 原來呢 祝各位學 英雙龍啦 好 但是呢 這個字還要有一點名牌 所以呢 我就改成 祝各位民才 平安健康 學業環境 他平安最後 好好結束的時候 我可以跟 各位大家抱一下嗎 好 可以啊 好 好 好 那最後 今天很好 也謝謝大家 謝謝